凯米台风来袭 造成普里镇桥梁受损 日前县长徐书华会同县议员 吴国昌、黄世芳、林芳瑜 以及陈宜君 也到锁城桥变道、中正一号桥 以及农森桥来回看现况 我们今天特别来听地方的意见 那么如果变道相信认为说 需要我们继续的重新来 实作变道的话 我们会听从地方的一个建议 重新的来实设这个变道 那其他的这个地方的 受损的灾害的情况 我们也会在报警中央来整体协助 县员吴国昌、黄世芳 感谢县长许书华 关心风灾谱里受损情况 并陪同县长一一的来了解 几处桥梁的现况 而后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 让桥梁可以早日的修复完成 管长也没收到这个浪货 这么大 可以说对我们的灾区 真的关心 所以国昌也很败重 管长期望说 快点来报中央 快点来收穫 台风过 其许我们南投县政府来检测 我们南投县还有包括 普里镇的桥梁 有一些不堪使用的 可能就需要来争取经费来重建 县员林芳于陈怡君 也感谢许县长来关心守城桥变道 中正一号桥以及农森桥的现况 并且允诺积极的来修复 保障拥路人的安全 早上看了我们守城变道 没有早上也会看了我们的中正一号桥 以及我们的农森桥的这一个部分 在紧急的应变措施做过了之后 民众可以比较放心 比较安心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守城桥的这个变桥 它整个已经被大水给冲毁 那其实因为这次雨量实在是太大了 那现在就是也谢谢县长愿意 就是听到民意 那我们会把这个变桥尽快的 赶快把它修复回来 副委员盘一全感谢许县长 关心埔里镇风载受损情况 特地来到埔里镇会堪 也希望在会堪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述的来评估 并且改善桥梁现况 以保障民众新的安全 根